如果要买一台全新的笔记本 你的最低预算应该是多少呢? 一般来说 我会推荐大家尽量考虑3500元以上的型号 因为到了这个价位才能买到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全新笔记本 这时候肯定有小伙伴会问 我的钱包里预算是真的不够 但又想买一台全新的电脑 3000元以下的笔电真的完全不能用吗?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我最近自掏腰包买了一台联想的ideapad 14 2022锐龙版 它是一线大厂的产品 但是价格非常便宜 3000元不到 正好可以作为超便宜的笔电代表 那么这台电脑表现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换换口味 测一测这台入门级的情报本 照例从配置开始讲起 这台电脑采用的是R5-5500U处理器 Zen2架构 台积电7nm工艺 6核心12线程 它是R5-4600U的马甲版 大约是两年前的主流配置 不过工艺并不过时 性能应该弱不到哪去 内存是8GB的DDR4-3300MHz 只有单通道 硬盘是512GB的Intel 660P 经典的QLC颗粒 好久没见的老朋友了 屏幕一块是4英寸 1920×1080分辨率 45% NTSC色域的天屏 刷新率自然也是60Hz了 这台电脑的参考售价是2999元 是联想在售新屏里面最便宜的笔记本了 接下来聊聊外观 机身的做工没有什么特别的 纯塑料材质 AC面有涂层 摸起来手感稍好一些 而D面就是纯纯的打塑料了 廉价感十足 屏幕不支持单手开盒 最大约160度 屏占比表现一般 上方有摄像头和防窥拨片 下巴大约一直宽 这块天屏的观感很差 等会我们测试屏幕的时候详细说 键盘的布局和小新系列基本一致 开机键位于右上角 不过没有指纹识别 键盘没有背光 键帽材质相对比较粗糙 也没有小新的那种弧度 打字手感一般 触控板的手感也是类似 属于能用的水平 整机重量1.38kg 厚度17.8-18.2mm 在同尺寸的轻薄本中体型很常规 来到侧面 看一下接口 左侧意思是DC电源口 USB 3.2-1 Type-A HDMI 1.4 USB 3.2-1 Type-C 右侧还有一个USB 2.0 和一个UHS-E速率的SD读卡器 接口数量还是很可以的 特别是这个价位还能配备读卡器让我一些意外 但是它不支持PD充电 接口速率也比较慢 跟主流价位的轻薄本还有明显差距 总的来说 在外观做工这方面 这台电脑没什么亮点 突出一个能用旧型 毕竟是超低价位的机器 成本控制很严格 外观这种东西肯定是能省责成了 好了 我们下面进入到实测环节 先来看屏幕 这块TN面板是友达在2018年发布的老型号了 一眼看上去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可视角度非常差 只要稍微转动一点点机身 显示的颜色就会变暗 如果说左右只是变暗的话 那上下就更加离谱了 颜色直接变了一种 简直是梦回2012年的使用体验 严重影响观感 而且这块屏幕的亮度也不高 最大还不到230nit 只能在室内拥有 稍微放到明亮一点的环境 就根本看不清内容了 其实光是可视角度和亮度 就可以盼这块屏幕死刑了 不过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我们还是测了一下色域色准 结果毫无意外 色域容积54.3LsRGB 色域覆盖54.1LsRGB 能显示的色彩只有高色域屏了一半左右 色准就更加放飞自我了 平均叼塔E9.95 最大叼塔E21.57 基本上找不到能正常显示的颜色 而且这块屏幕有严重的发蓝现象 在灰阶测试时 显示几乎都是蓝色 色温和RGB平衡也是直接突破天际 还有一个比较惨的地方就是对比度 一般的笔记本IPS屏都能有1000比1左右 好的能有15比1 而这台电脑只有400多 这就导致它无论看什么东西都会感觉灰蒙蒙的 像是隔了一层雾一样 再来看看试播器测试的结果 屏幕才用全亮度DC调光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响应时间11.4ms还可以 但是灰阶响应就有点惨了 达到了41.2ms 我还以为TN屏幕脱影情况不明显呢 没想到真的是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总结一下 这块屏幕我觉得用五读俱全来形容应该不过分吧 不仅是色域差 连亮度、可视角度、对比度等一众指标全部翻车了 其实如果是个低色域的IPS屏 其他方面别太差 那只用来文字办公的话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像这种低端的TN屏 连基本的可视角度和对比度都不及格 光是看一会就觉得辣眼睛 我觉得是真的不能用 然后再来看看它的性能表现 首先是CPU R5 5500U这颗处理器 如果只看数字的话好像还是上一代的 但是它用的是ZN2架构 和R5 5600U差了一代 本质上属于4000系锐龙的重置版 它的CPU规格和R5 4600U基本一致 主要区别是在于核显多力组单元 频率小幅度提升 还是经典的GCN架构 先来看一下CPU单核性能 R20单线程 这台电脑能跑到456分 跟10代酷睿和4000系锐龙差不了太多 而相比今年新款的6000系锐龙和12代酷睿则差距比较大 对比2022年的新锈ZN2架构的老兵确实有力不从心 不过到了多核性能部分 R5 5500U还是找回了一些脸面 在R20的循环里 第一轮能跑到2642分 之后在2570分左右波动 这个成绩虽然比不上今年新出的轻薄本 但是相比去年很多11代酷睿的轻薄本还是有些优势的 毕竟至少有6核心 规格摆在这里了 跑分时前两次功耗稍高 能够到达20W以上 之后则是维持在19W运行 频率3.0GHz 然后再来看看核显 实测3DMark Time Spy 626分 FSE 750分 Superposition 教室394分 这个成绩比我们之前测过的R5 4000U的机器还要差不少 原因主要应该在于内存 这台电脑的内存是单通道的 读写速度只有双通道的一半 而核显又是把内存当显存用的 内存带宽不足肯定会影响核显的表现 至于和最新的核显轻薄本比 感觉有些太欺负人了 大家只要知道它很弱就行了 测完理论性能跑分 我很好奇这台电脑的性能还能用来干什么 先来看一下网游 全高画质Dota 2平均只有17.9帧 连测试都是一种折磨 而最低画质的CS GO也只有40帧 看来这台电脑的性能连主流网游的最低要求都达不到 还是别难为它了 然后是我们经常测试的Adobe软件 这里选择了压力最低的PS 结果它只能跑到373分 只有今年的核显轻薄本的一半左右 再加上这块低色与低亮度低对比度的天平 即便是轻度修图的工作 它也胜任不了 那既然游戏玩不了 修图也不行 那我拿它来做做Office总可以了吧 我运行了一下PCMark10的应用程序测试 结果Edge浏览器和PowerPoint这两项 和去年的锐龙轻薄本相差不大 相比今年12代Crew的轻薄本有明显差距 而Excel和World则是大幅落后于这两年的轻薄本 测完数据我们又实际体验了一下 感觉在数据不多的时候 各种办公软件还是挺流畅的 但如果是比较重度的办公 比如说几万行数据的Excel 那么还是会感觉到明显的卡顿 而且8GB的内存在软件多开的时候也会成为瓶颈 光是开几个网页 内存占用就经常超过70% 要是再挂个微信 加上Office三件套和视频会议软件 那8GB肯定是不够用的 简单总结一下吧 这台电脑的CPU理论性能其实还算可以 单核性能有些落后 但是也不是差特别多 而多核性能甚至比去年的四核十一代酷锐轻薄本要强 但是限制它性能还有8GB内存 本来核显性能就弱 再加上内存只有单通道表现就更差了 游戏基本跑不动 内容创作软件也费劲 只能说是勉强可以用于轻度办公 但是稍微高一点的要求还是满足不了 好的 性能测完了 我们接下来把它拆开看一下内部有没有什么缩水的地方 这台电脑的拆机不难 切下底面螺丝即可揭开后盖 机身内部最显眼的就是这个闲置的内存插槽了 这台电脑是一板载加一插槽的设计 所以说可以自行加装内存 虽然默认只有单通道 但是相比其他轻薄本至少提供了扩展的可能性 这一点还是需要表扬一下的 机身下方是42Wh的电池 这个容量放在今天有点小了 实测PCMark10现代办公续航时间为8小时48分钟 一般水平 无线网卡是小螃蟹8822CE 不支持WiFi6可以自行更换 硬盘1512GB的Intel 660P Q2C颗粒 想不到吧 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又回来了 实测速度也是比较惨 空盘状态下SLC Catch大约105G 但是出缓后写入就会掉到80Mbps左右的水平 最后是散热 它采用了单风扇单热管的散热模组 相比主流价位动不动就双风扇双热管的散热来说 还是有些寒酸了 下面来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 室温25度 我们先用复载较低的Stress CPU进行测试 单烤30分钟后 CPU 73.8度 功耗19.6W 频率3.75GHz 换用压力更大的Stress FPU测试 30分钟后 CPU 71.5度 功耗19.4W 频率2.95GHz 再来看一下表面温度 高温主要集中在左上角 温度最高的键帽是F4 WSD键在38度左右 方向键27.8度 背面中心39.4度 右上角48.1度 噪音部分 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是40.6分贝 属于比较安静的水平 总的来说 这台Ideapad 14的散热表现中规中矩 19W的功耗比不过那些新出的性能像轻毛本 但是那也超过车和处理器的TDP了 肯定不算差 表面温度控制则相对一般 主要是高温区位于常用键位 比较好的一点是噪音很低 即使是在满载状态下依然很安静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应对这台电脑又有了一定的了解 按照惯例 这里总结的三条缺点供各位参考 先说优点 第一 一线品牌且价格较低 这台电脑仅售2999元 在一线品牌里是很低的价格了 强调这个主要是因为 一线品牌的售后服务比较完善 在三四线城市里也有很多售后点 真出了问题的话 不用担心没地方修 第二 预留了内存扩展插槽 目前绝大多数轻毛本都采用的是板载内存 而这台电脑却预留了内存插槽 可以自行加装 在内部扩展性上有一定的优势 第三 硬盘容量较大 一般来说 这种3000元价位的电脑都是256GB的硬盘 相比较之下 这台电脑512GB的硬盘容量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多放一些文件 聊聊这台电脑的优点 咱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 第一 屏幕素质很低 这台电脑的屏幕色域很小 稍微鲜一点的颜色就显示不出来 而且它还用了一个可视角度很差的提心屏 整个屏幕看起来都是灰蒙蒙的 即便是文字半姑这种色彩要求不高的工作 它也很不好用 第二 接口速率较低 它的HDMI接口只有1.4的版本 右侧的USB-A口是2.0速率 有一个C口 但是不支持PD充电和视频输出 虽然接口数量看上去还不少 但是速率不高 功能性也有所欠缺 第三 使用QLC的固态硬盘 这台电脑使用的是Intel 660P 这块盘的最大特点是便宜 量大 但是速度慢 寿命也差 用在这种低端机型上也是节约成本的一种方法吧 平时我是肯定不建议大家用的 哎呀 这个不得不说 那些主流和高端价位的机器测多了 再来测这种超低价的笔电 这种反差感真的是非常强烈 那些4000元左右的电脑 虽然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诸如做工 散热接口之类的缺点 但是拿来做做Office这种日常办公 还是能胜任的 而Ideapad 14这种机器不说完全不能用吧 但是至少也是用起来比较痛苦的水平 光是这个第4域的TN屏就很难受了 如果你的预算真的不够 只能买这种价格比较低的笔记本 那我在这里给你提几点建议 第一 这台电脑有额外的内存插槽 从性能的角度出发 加装一根内存组成双通道 对性能提升很大 第二 TN屏的可视角度颜色都很辣眼睛 我推荐你额外留一点预算外接屏幕 这样的话使用起来可以舒服很多 最后 如果条件允许 尽量还是把购机预算提高一点 我们在618指南里有提到很多型号 差不多3500-4000元 就可以买到很多IPS面板 高色域 散热更好 甚至是金属机身的笔记本 多花一点钱就能获得很大的提升 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八评测式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了买本性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八评测式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